节目典礼上一届主席韩国代表赵明夏首先在会中致辞 他呼吁亚洲地区核板的制造业和出口业者应该努力开发世界各地新的市场 本届主席我国的代表孙海接着致辞 希望与会各国代表共同讨论研究一种新的方法 以平衡核板的供应和价格的稳定 经济部长孙韵贤也应邀在会中致辞 对各国代表表示欢迎 这场会议在讨论资源制造分整标准 输出市场和新产品发展等四项主席后 将在明天下午闭幕